你有自己怎样看美国面对通胀压力 和联储局的政策部署 看回联储局的话 我们本身预计始终通胀压力比较大的话 如无意外应该就是5月份会加50点字 也不排除6月份都会加50点字 而更加重要的是除了加息之外 我们觉得无论是5月也好 或者6月也好 其实就会重启这个所谓的缩表 根据过去惯例的话 纯粹的是减少买债 就是我经常说就是叫做收水的三步空 纯粹减少买债 不要紧要的 没影响的 大家记住了 第二 如果加息的话 如果是代表着经济都OK 而是和市场沟通得好的话 影响性都不大 唯独是收水这里比较关键 也都说明了 应该就会收950亿美金每个月 有些什么的 怎么去给大家的感觉 很简单 假设他收一年的话 即是一年收了大概1万亿的美金 大概是7万8千亿的港币 不算少的 第二 在上一个周期来说 收水也是应该说收水 是缩表都是缩500亿美金 这次是打抹上 就是两个比较 那你都知道是贯了 所以对于投市来说 美股是会比较波动一些 那我们重新一次 看过去20年的数据的话 当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过去之后 美股可不可以大幅的反弹 持有反弹呢 通常看两个东西的 第一样东西 就是是不是很强劲的经济增长 暂时来说 劳动市场是的 但是不来得全面 所以这件事一半一半 第二就是一个极度宽松的政策 这个都不符合的 所以第一我们觉得 不是看美国很淡 不过波动的情况 似乎会继续 而甚至乎来说 很难重演像去年那样 单边的声势 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 那我说回通胀的数字 就这样听 CPI 8.5 PPI 9.5 可能40年当比比出生以来 就没见过这么高的通胀了 但是第一 大家预期了的 特别三月份油价是120元 第二大家会看一些 小微小眼的字眼 包括核心通胀 剔除了食品和油价的话 其实是低于预期的 所以反而在前两天公布CPI之后 大家炒了就是高就预了 但是可能是今个周期的最高 就是最差的情况过去了 那这件事反而这两天有个回升 所以我自己觉得通胀要继续留意 但是随着核心通胀低过预期 而最近的油价都下回 今早就103了 大概100元附近左右 其实也是高的 但是比之前120元 125回落了 %去计算 都跌了大概五分一六分一了 所以大家的忧虑就淡化了 造就了短期 这个美股的反弹 不过短期始终要留意着 就是我的危机 甚至乎就是5月3日4日 美国意识 还有最近说了 就是我经常都说 我很基础的 一定是看企业的盈利 你说多少都假 公司赚到钱 是中长线主导着价格 最旺度的一个的因素 所以最近 昨晚 细摩就打啪啪 做得不是那么好 那么 接下来要继续留意 业绩 这个也是对于美股来说 最关键的